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相信大家都认同 零售行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背后传来有利 以及26万名从业员的不断努力 为了确认零售从业员的工作经验 知识和技术 教育局已经在2014年12月 为零售业正式推行过往之力认可基督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机制 获得业界认可的资历 往后可以按照个人水平和需要 持续进修提升自己 长远来说 同业员透过资历认可 和不断的自我增并 可以加持行业的竞争力 银顾香港购物天堂的业续 我公司好多就安排同事 参加零售业的过往资历认可 同事得到资历认可 对提升服务质素 以至公司专业形象 都是一定的帮助 还可以给人事部 有一个客观的行业标准 清楚同事已具备的能力水平 因应公司的发展 去安排合适的工作 达到人才善用 对啊 我们公司都将过往资历认可 作为其中一个招聘的参考条件 清楚各同事的资历水平 就可以设计更合适的内部培训课程 还可以强化公司团队 提升整体服务质素 另外政府还提供全額资助发还申请费用 真是好了 得到资历认可 同时间亦都可以提供自信心 做这个资历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绝对是啊 公司的同事当获得资历认可之后 很多都会再进修 你好 我是来交过往资历认可评估申请条件 好啊 等我看看你的份申请条先啊 你所申请的是第三级过往资历认可评估 由现在开始 至到2019年的11月底 这个过渡期之内 申请第一级至第三级的资历评估 只需要根据的年资和相关工作经验 就可以获得查核确认 不知道你有没有带相关的资历证明文件来呢 啊 有啊 那我想请问 什么时候会知道的结果呢 如果符合所需要求 我们会一百个星期之内 完成评估程序 而且还会发出资历证明书 哦 那我想问一下 政府有没有资助这个评估计划的 如果你成功获得通过 个案资历认可评估之后 你可以先获发还 头过75%的评估费用 如果你成功读完一个 资历架构所认可的课程之后 还可以申请剩下的25%的评估费用 金额和次数还不像常限 当我们的同事知道 自己的行业技能、经验 是属于这些一个级别 我们可以有一个较清晰的起步台阶 来去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 通过持续进修 踏上事业更高位置 我做了电器零售超过六年 我确认了销售及市场推广专项的第四级别资历 相若负荷市或高级民贫的资历 而我却确认电铺營运 商品处理专项第四级资历后 公司更加肯定我在行业的知识和表现 还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令我更多发挥机会 很开心透过资历认可 确认了我在工作岗位上 所累積的经验、知识和技能 加上很多培训机构及院校 已陆续将一个往资历认可 作为课程的其中一项入学要求 另外可以报道行业的相关课程 我获得认可 我获得认可 有更多发展机会 我获得认可 有更清楚的进修目标 我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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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行业已经踏入了专业化的年代 要成为我们专业团队的一份子 快点申请过往资历认可 如果你还未申请零售业的 过往资历认可 就要快点联络职业训练局的 过往资历认可办事处 或浏览它的网页 了解申请手续